陳時中也到很多場合都要宣導遵守防疫規範 只要符合防疫規範 吃飯 唱歌也都是好生活 始終唱歌的同行的長房女 陳小禎被起底是福建交商局的副局長 那以後會不會要求行政官員減少去這種場合 陳時中在去年防疫疫情非常穩定的時候 非常受歡迎 而陳時中也到很多場合都要宣導遵守防疫規範 防疫的重要性 而防疫就是要讓人民過正常的生活 只要符合防疫規範 吃飯 唱歌也都是好生活 至於其中是不是有人在中國擔任什麼職務 如果違法的話 那我們應該由主管機關另行依法查辦